电影《飞驰人生2》中 范诚诚出演新竞赛车手丽小海 她的表演松弛自然自带喜感 专访时范诚诚表示 能够给观众带来欢乐非常满足 她将继续朝着喜剧演员的梦想前进 《介绍你朋友》 《介绍你朋友》 将来有可能会上台车活动来 《飞驰人生2》中 春节档新人范诚诚的表现可圈可点 此次作为《飞驰人生》系列的新成员 范诚诚与沈腾首次搭档 表演轻松幽默但有独特的风格 展现了年轻赛车手的任性与理想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于追逐自己梦想 且沉着冷静的一个天赋型的 且又努力型的赛车手 我们什么时候去实地练车 这也开得太不爽了 拍摄时 范诚诚表现出了良好的赛车天赋 第一次尝试就成功飘移 我想飘一下试试 我去拉手杀 一直的去打方向可以 我做到了 我太爽了 主要是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 那故意那教练都挺懵的一次就成功 他说先转再手杀再提手杀然后再回轮 然后我就说OK我就没说是这样 是吧对他说我确认了好几遍 他说对对就这样 我说那走了 他说走 然后导演正好在旁边看着 然后花絮正好也在那边拍着 感觉好像要拍一个失败的那种过程一样 但是没想到一次就成了 我就跟哥哥嘚瑟 我说哥我会飘移的 哥我会飘移的 我当然特意问我能不能说你这婆子好 现在还没放肚子 对 其他赛车手的脖子是粗 你的是长 也算优质 刚发车你就能看着重点了 这是个人特色我觉得 但是你要调侃别人别人也没有 虽然电影是把它有一些戏剧化的处理 但很多灵感都是来源于生活 我觉得演戏就不能为了演剧演 比如说这种梗 还是来自于生活的积累跟阅历 然后自己身边发生的一系列 这种有趣的事情 才能变成一个所谓的抱负 去年范诚诚在喜剧的道路上不断发力 了不起的夜晚里 范诚诚是演短视频博主 曾一度因为增肥和不计形象的演出 让范诚诚收获了观众的肯定 导演 你能接受改剧本吗 帅 帅我觉得只是一时的吧 人不可能也帅一辈子 对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灵魂 还是相对更重要 我是比较喜欢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我就不喜欢就是那种 一成不变的那种生活 随后他和玛丽 乔珊等人主演的《人生路不熟》上映 取得了11.84亿的票房 再到今年春节当的《飞驰人生2》 范诚诚希望自己的喜剧之路越走越稳 因为喜剧包含了很多种类 对 它不只是搞笑 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那我觉得既然能演喜剧 那其他戏也能演好 所以我觉得既然要做就做好 要干一件事就把每件事都做好 未来 范诚诚将一步一个脚印 用作品向观众展示自己对表演的热爱 当你演了一场好戏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爽 然后又看到自己的成片 被大家喜欢跟认可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 算是一个很有天赋的 又很努力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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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